大家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Totcroft Totcroft今天 曾经一度跌破一块钱 但是在手盘的时候 就弹上去 超过一块钱 现在是手1.01 可以看到他成交量 今天成交量息次是比昨天少了 昨天是大涨 今天下跌成交量少 我觉得才是OK 意思是说 台市有很多人 昨天买路的人 今天还不肯买出去 我个人认为才是一样 他没有站上去这个旁诊区 基本上都是不用考虑 站上去之后再考虑 一件事情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说 我看回今年2022年头 到今天的筹码风 你会发觉到 他顶部的筹码其实已经不是很多了 底部的筹码呢 是 开始累积住 这个是好现象 我在前几天的筹码风 教学视频里面 我有解释这个形态 大家有兴趣的朋友去看下 详细的解释 我们就继续观察 看一下他这几天 有没有机会 更多的筹码 累积在底部 顶部的筹码 继续往下移 把它洗掉 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